適應一下有沒有 適應 123 123 你現在應該很習慣拿著麥克風啦對不對 123 123 不可以適應的時候聲音忽大忽小啦 再一次 123 到台灣 台灣有個阿里山 這個你也知道 當然了 後面咧 後面台灣是寶島 沒有這樣沒有押韻 不對不是這個吧 台灣有個阿里山 阿里山有個 阿里山有神木 阿里山有神木 然後下一句咧 明年一定回大陸 回見咧 媽媽講髒話 現在是在那個 母女的反省時間 反省什麼呢 今天是9月7號 我們環島 拜訪到第三站了 白天的時候呢 出去拜訪三隻鄉的 林逸峰老師 她帶我們參觀她一手創建的 生態有機村 然後才回到家裡 老媽還在打哈欠 很累 然後在那裡 在那裡換藥 然後我就跟她說 媽趕快過來 我們來那個 反省一下 所以呢 剛剛在試音的時候 那個聲音很沒精神 是真的沒精神 媽很累齁 不會啦 不會 你等一下會打我 你現在講不會 其實等一下要打我對不對 我怎麼 我把媽媽講得好像都會虐待兒童一樣 不過媽媽 今天啊 訪問那個林老師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有提到 欸 林老師小時候 爸爸媽媽管教很嚴格 然後我就想到了 你小時候 也都管我們小孩很嚴格 會吊起來打啊 然後會罵啊 那時候我會這樣講出來 你會不會覺得很沒有面子 講老實話 不是沒有面子 是 我是先講 我 我先講 說 每個家庭每個家庭有不同的生活嘛 這句話就包含就是說 舒服舒服的家庭 當然爸媽 回到家啦 或者看到小孩子啊 就是 不會火氣 小孩子沒有做好 就不會火氣大嘛 那 每個家庭都不同 就是有的是 回到家就看 累了 疲健了 那看到小孩子 呃 做那個 有沒有的 或許說 交代做的事情沒做 或許說沒在做事情 在做什麼 那時候 會增加他的火氣大 他就 他就會 火一火發他就 不講什麼 這 動手就打 好了媽媽 好了所以 就是 你不會覺得沒面子就好了 因為你 你解釋的這個啊 就是指 我們家以前 比較容易爸爸媽媽 比較忙 比較累容易火氣啦 對啊 啊其實 真正的事實是 我們小孩也很皮不聽話啦 是這樣子喔 大概是這樣 我大概自己也不太想承認 不過我們 每次錄音 然後 就採訪完了 回來之後啊 其實 大米自己很 覺得很感動 很有趣的 就是 我媽媽都會問 欸那剛剛這樣子 就是 嗯 我有沒有哪裡 比較不 不適當的啊 那今天這樣子 訪問的狀況 好嗎 或什麼的 媽媽你很認真的 在 關心錄音的事情喔 對啊 你 這個事情 會害你變得很嚴肅嗎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東西 很令人緊張 要很小心很小心 不會啊 還好 還好 我感覺 因為你 第一節 你說我在 我在睡覺 沒有啊 我很詳細在聽你們對話 還有啊 第二節 我 我 我耳朵很忙啊 我在想 對方 眼睛忙的看對方 耳朵忙的 聽她故事啊 喔 在講美紅姐 清宗大哥她太太的那一集 對 還有第二節是那個張美村長啊 對 真的那個 她講的都很好啊 那我聽了都 欸 給我的 給我的人生觀也有 有的有比 有的有 有感觸啊 嗯 很好啊 我不會度過的 你好像 也像出來上課欸 我是要帶你環島到處玩 可是你都好認真在那個 對 你們 你們在對話我 真的是在上課 喔 嗯 我偷偷在點頭 你們都沒有看到 喔 有啦 好偷偷在點頭喔 嗯 那我們 現在今天已經第三天了 你會不會覺得很累 每天幾乎都在拜訪人家 拜訪農民啊什麼的 不會啊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大米真的很 很 很用心的把這條路 鋪出來 要走下去 那 也出 感覺就有點出心大意啦 沒見過的 就有辦法這樣約 陌生人有辦法這樣 一見面就好像很親切 很貼心的人在講話 嗯 真的 心裡很感動 真的喔 媽媽我也覺得很神奇耶 我真的不認 就像今天林老師是第一次跟他見面啊 也不是透過朋友介紹都沒有 可是 人可以一見面就那麼信任喔 能夠這樣子聊天 是 是 應該是因為 他也知道我們很欣賞他做的事喔 然後他也相信我們 的採訪是 不是歐北來 感覺的出來 一見面就感覺很親切 為什麼親切啊 就是 他好像說 很熟 啊 好像來一邊啊 像 好像一個很需要 很重要見面的人 就很親切的 就踏車裡一步 就這樣 這樣 問候 然後呢 就告訴我們說 坐他的車 他要帶我們去 現場 去介紹 那我就感覺說 他這樣真的是 真的是很詳異 但是我心裡默默在想說 他論述我們嗎 他是 他真的對我們有清楚嗎 我們是知道他是 對有機的經營 對 村裡的 經營 讓人家很欣佩 這個是我有聽大米說過 但是 他這樣我們一見面陌生人 就 帶著我們一路倒爛 真的 真的是 太感動 聽了 真的對他 是一點陌生都沒有 對 我也很 謝謝那個 林一峰老師 然後我也覺得 跟媽媽一樣 就是他也 太信任我們了吧 但是好險 他後來有講答案 為什麼會 會覺得 就是 答應我的邀約 他說 他接受那麼多媒體啊 報紙啊 什麼採訪 他還沒遇過 那種媒體來的時候 都說是要帶著媽媽一起來的 哈哈 所以 媽媽我今天是奔你的福氣餒 我是托你的福人家 才這麼信任我 哈哈 我算是把媽媽拿出來賣啦 那是 這一路上還要一直賣全台灣 媽媽你現在已經知道 你女兒心機很重 你會原諒我吧 欸 這不是心機啊 就是你 就是你 那個 林老師說的一句話 你的孝順 知道我腳開刀 你要在家無聊 你就有排這個行程要出門 你就感覺你 你能保護我 所以你才敢帶我出門 他好說這個好 所以 那個 林老師是說 林老師說一句吧 嗯 真的很 還沒有見過 帶著媽媽或是帶爸爸 出來訪問過 真的你要很孝順 我是 當然是我女兒 大米是我女兒 當然我不敢這樣想 但是我很謝謝那個 林老師啊 他真的看中我們了 很謝謝他 我現在是要做我們兩母女 反省做節目的事情 結果不小心又在這裡播自己 好像別人讚美 我不是故意的 各位迷迷之音的收聽的朋友們 我媽媽現在就是 都是特別的 特別對我特別好 她 總是現在很不令其讚美 我現在還在慢慢適應 因為從小打到大 我剛剛有講過 哪有從小打到大了 你打少好不好 我打少 對啊 大哥才打得多 我打得少 大哥打得少 那小弟更沒打到 好 現在大家帳都算得很清楚了 好 所以 年紀慢慢大了以後 跟爸爸媽媽的互動都不一樣了 那 或許 像這一次啊 做這個節目 然後我覺得特別 需要把跟媽媽聊天 可以這樣記錄下來 是因為 好像有些朋友們 聽到我們兩母女這樣對話 對她們自己也都有一些 激勵 會有一些 或者甚至讓她們覺得 離開家鄉很多年了 現在聽一聽覺得想家 想媽媽 唉 如果說有這麼一點點的意義 讓大家聽的時候 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就是 我們就不枉費這麼 三八阿花的一路上到處錄音了 對不對媽媽 哈哈哈 我說我們一起三八阿花 你不會生氣吧媽媽 你別講得太客氣了 因為你這個行程 你也是 呃 真的很用心 筹畫 感覺是值得你筹畫 嗯 這樣的安排 媽媽不能再讚美下去 人家就會 懷疑說 你們真的是一對母女嗎 母女通常不會這樣講話 因為母女是沒有常住在一起 對 所以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忙什麼 我沒看到 今天這樣出去這一趟 要再走到 走到結束 今天第三趟 我都感覺說 都沒有論事的 一位這麼 呃 大大有名的 尤其 呃 在村裡有 有地位的一個 一個人士 這樣能接受到 呃 大米真的 真的 我感覺是 你後面 你後面真的 呃 呃 憋得很 很 很有勇氣啦 呃 背後很有勇氣 所以是 臉皮是可以訓練得來的 各位聽眾朋友 嗯 我就想 大家被 呃 小大米 約 約到的 這些朋友 你們放心 大米真的他 他 他有勇氣 繼續走下去 呃 給大家機會 呃 說說 呃 講講 聊天 一些 呃 開心的 呃 历史的 呃 用心的 要創造的 呃 想未來的 呃 一些 對大家的 對自己的 對家庭的 有幫助的 都請大家一起來 沒關係 媽媽好棒棒 謝謝媽媽 我們今天反省到這裡就好了喔 好啦 掰掰 掰掰